從6月以來整個夏季都籠罩在 炙熱陽光下不斷突破高溫紀錄 就算入冬溫度仍然溫暖 已經到了12月 不過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會有錯覺 就像是置身在春夏季 而受到聲音現象影響暖冬多雨 不過在這種狀況之下 還是很有可能會出現極冷天氣 極冷的這個區域都在北方 它往南到台灣附近的幅度 會小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造成我們的溫度 可能沒有辦法像過去這兩年的 反聲音現象的時候降這麼低 今年的話很可能這種 急冷的這個區域的話 它會比較集中在可能長江以北的地方 不只冬季平均溫度偏暖 雨也下得多 聲音年不僅北部下雨 也會為南部帶來較多雨水 持續到明年四五月 這些區域沒有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一直處在 有點冷暖交界的那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內就很容易有一些 雲雨系統的發展 所以也會連帶造成就是可能降雨的狀況 會比正常的冬天來得多 到了春天之後可能進入二月三月之後 雲雨帶的發展就會更活躍一點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報告 2023年全球氣溫將比工業化之前的平均值高了1.4度 打破2016年紀錄 從六月開始就急轉直下 每天每天都站上全球有史以來最高溫的紀錄 每天都是有史以來那天裡面都是最高溫的 那一直到12月上旬才慢慢緩解 回到不再是第一名 所以今年可以說是地球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才剛從獨拜參加Cup28返台的氣象專家彭啓明指出 面臨全球化恐怕因應的措施得更具體更加快 因為升溫速度已經超前進度 原來升溫超過1.5度的法治 現在很快的大概在2034年就會提早到達 那這個2034年是我們這幾年升溫後 整個預測出來未來10年內就會超過1.5度息 在逐年升溫的狀況下 瑞士冰川過去兩年 縮小大約10% 美國國家海洋激大氣總署 北京年度報告 包括海洋與氣溫變暖 積雪減少 海濱縮小 以及格林蘭冰層持續融化等等 都是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而且它是一件事 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氣候 已經在全球各地蔓延 每當升溫0.1度 就可能造成海溫洋流出現改變 南北極溶冰就是寫00案例 阻止氣候災難全球都有責任 其實這次的阿聯酋的共識 其實他談到的就是化石燃料 要transition away 我個人覺得是 其實是一個產油國家 想辦法在狗言殘船 因為能夠多賺一點 老天給他們的財富 就多賺一點點錢 但是他們也積極在適應說 未來新能源的時代 所以他們也投了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 用法上的改變 其實並沒有告訴我們時程表 我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氣候談判是失敗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新能源包含了再生能源要三倍 或是各種新的氫能等等 新的科技 確實在進展當中 各國承諾能源轉型 以及擺脫化石燃料的決議 在減少暖化元凶上 終於邁出一步 TVBS新聞與新海劉均台北 採訪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減少暖化元凶下載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